花蓮慈激醫院先前爆發院內感染 如今花蓮最有醫院有群聚狀況 花蓮的醫院接連出現群聚確診 讓縣府不敢大意 衛福部花蓮醫院院內感染至少累積16人 院方凌晨緊急通知 門急診 業務暫停 竹炎病患不進不出 花蓮縣政府下午將說明疫情狀況 台東縣府12號也公佈新增三個人確診 其中台東縣一名議員 前幾天和成功症20多名相親 乘坐遊覽車前往宜蘭靜香 同行有人出現症狀 他通知被匡列隔離 昨天晚上確定染疫CT值27 疫情收進公佈門不只出現在台東 基隆也有確診案 我們就是採最高的一個標準 就先制止我們這個居家隔離3天 基隆市長林佑昌 3月底才因為跟確診者有過接觸史 緊急居家隔離 如今基隆市府又出現員工確診 新聞科證實此事 也提到接觸者都要全面進行採檢 基隆市府各單位 從4月8號起也有做分流管制 市長林佑昌早上則是以線上方式開會 至於詳細疫調狀況 要等市府下午疫情記者會同意說明 近新聞曹載賴文中 王一軒採訪報導 打扭今日は 這是平常培民 座椅 隆喘 什麼 蝴 蝴 在